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很多读者通过金庸的作品了解到张三丰其人 对他出身入化的武当神功以及先锋道骨和高尚德行 钦佩不已 历史上确实有张三丰这个人 而且可能有三个张三丰 宋朝的张三丰 元朝的张三丰 元朝的张三丰 宋朝的张三丰 又名张三丰 大概生活在北宋末年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熙 在王正南木之名说 那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丰 三丰为武当丹士 徽宗赵之 道耿不得尽 夜梦玄帝受之拳法 绝名 一旦盯杀贼百鱼 黄宗熙儿子黄百家 也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跟王正南学过那家拳 在他写的《王正南先生传》中说 盖子外家至少林 奇数经矣 张三丰既精于少林 父从而藩之 是名媚家 得其一二者 以族盛少林 王正南是黄宗熙的朋友 是黄百家的师父 黄室父子 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 关于宋朝张三丰的记载 应该是有依据的 而且相当认真的 雍正年间 宁波之府草丙人 转修的宁波府至 张松熙传中说 张松熙 阴忍 善博 齐法自言 起于宋至张三丰 三丰为武当丹士 徽宗昼之 道耿不前 夜梦玄帝受之拳法 绝名 以丹丁杀贼百鱼 虽以绝尽名于是这里 张松熙自己说 他的武功来源于宋朝的张三丰 清光绪六年 即1880年 武士太极权创始人 吴宇湘的外甥李毅 在太极权小旭 开宗名义的说 太极权使则宋张三丰 其经微巧妙 王宗悦论详且今已 后传至河南陈家沟 陈姓神 而名者代不数人 张三丰 本名张阳 自三丰 中越武当山道士 中越雌云四佛土 创张阳权和二路通必权 然而元朝的张三丰 似乎很难确定 名史房纪列传记载 获颜三丰金时任 原初与刘炳中同诗 后学到于陆以之太清宫 然皆不可考 田顺三年 英宗策告 赠为通微显化真人 中目测其存亡眼 刘炳中是元代前妻 著名政治家 文学家 建筑设计家 刘炳中现存作品较多 但是没有提到张三丰 这个人 明山藏也说 张三丰曾与刘炳中 冷前同诗 原初著名的海云禅室 情人李希月编写的 张三丰全集 《卢听夜话》里 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 即公元1248年 曾任中山柏陵县令 后器官出家 做全真道士 在中南山遇到火龙真人 得到真觉 最后在武当山修炼多年 还有一个就是明朝的张三丰 那么明朝的张三丰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明朝的张三丰 是一名被神话的人物 据说有时候三五天吃一顿饭 有时候两三个月 才吃一次饭 精神好的时候穿山走时 勒了的时候扑云卧雪 有时一日走千里 人皆一知 显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24年 明太祖朱元璋 为了加强对道教的控制 派遣一些道士 出使全国各地道观 特意叮嘱使者 有张玄玄 可请来 但始终没有找到张三丰 明朝祖朱弟信仰神怪之说 奉思武当玄帝 而张三丰是武当山最有名的道士 也随上玄帝 因此 朱弟想把在民间影响很大的 张三丰严请一朝 一方面可以粉饰太平 收买民心 另一方面也可获得闲药 延年一寿 张三丰的弟子众多 散布各地 明人人自元的太阅太和志 张全遗传记载 张三丰在武当山的弟子 有道是邱玄清 卢丘云 刘古全 杨善成 周珍德武人 各封师命住一地 张三丰全集道派上说 张三丰的弟子 还有秦淮富翁 沈万三及其续余时社 以及曾驻朱元璋 军良的富翁陆德后 另外淮安人王宗道 也从张三丰学道 永乐三年永乐的命人 寻访张三丰而不遇 封为元德真人 明武宗时候的李幸之 说在正德年间1506到1521年 入武当山遇张三丰而得决 算起来 其实张三丰已25060岁 似乎不大可能 北京白云官朝朱真宗派总部列出 奉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 有王乌山邋遢派 自然派 三丰派 日新派 蓬莱派 坦塔派等十七支 清朝道闲年间 四川乐山人李希岳 所立内丹西派 继承张三丰 并称张三丰一系为尹仙派 编排了从老的李二文史真人 尹喜至张三丰的传法谱戏 这一谱戏虽不尽可靠 但突出尹顿为该派独特宗风 也确实反映出了张三丰的人格特点 一种类同于中国历代 尹氏风谷的尹仙风范 这种尹仙精神 和那些包括当时妖精一子的正一 倒是在内的达官贵人 取以言富士之徒相比 张三丰是多么难的可贵 从当时主流传统来说 张三丰的人格迫符合儒家那种 不慕富贵的精神 张三丰是三个还是两个 或许只有一个 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 张三丰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历史人物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